兄弟们 我一上来 就看这弯豆射手不对劲啊 你们看 他这也不打僵尸 就是来回摆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 原来这弯豆射手 是跟随我的鼠标移动 指那打哪 那我不就是妥妥的 弯豆指挥官了吗 开跑 打他 你们以为 这个版本猪蛋僵尸 也就这样了是吧 别急 你看这儿 没想到吧老铁 这有多少大波僵尸旗帜啊 尤其是这里 密密麻麻的 根本就数不清 没错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玩的游戏 3D魔改版植物蛋占僵尸 植物的造型和僵尸的造型 大家都看到了 有点像积木拼接鞋的 很有创意啊 还有这个进度条 就知道啊 这个版本非常恐怖 来吧 刚开始啊 我们保守点 先中让一排 一级弯豆射手 再中让一排 寒冰射手 给僵尸减速 很快啊 游戏就进行了6分钟 弯豆射手呢 在我的指挥下 节节胜利 说路障僵尸 比正常模式肉了一点 能多扛几下 普通僵尸呢 完全没有反手之力啊 这时候呢 最后两排草坪也展开了 好在阳光充足啊 直接中了弯豆射手就行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全部中上弯豆射手 哎 毕竟啊 谁能拒绝 当一个弯豆指挥官呢 这能指挥 和不能指挥的体感 完全不一样的好吧 正当我想继续发育的时候 天 黑了 这时候呢 向盔的生产效率 降到了一半 不过好在啊 我已经继续打了两个阳光 阳光完全不用担心啊 当游戏进行到 十分钟的时候 铁桶僵尸出现了 它的防御呢 贼后 感觉已经堪比橄榄球僵尸了 不过呢 好在咱们可以击中火力啊 给我打 解决 就当我以为啊 僵尸完全抵挡不住我的火力的时候 一堆路障僵尸 停退了我的小射手 最后成功吃掉我的脑子 哎呦 说实话 不是我大意啊 兄弟们 主要是后期 僵尸数量太多太多了 密密麻麻 后来啊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阳光豌豆流 豌豆坚果流 坚果地雷流 都没有成功突关 直到我发现 我的妈 你看这个版本 防顶上还能种植物 一共呢 可以种十种 太牛了吧 这样一来呢 我又多出了一种新玩法 防顶阳光 加怨死豌豆流 过程呢 我就不多说了 咱们直接展示 很快呢 又到了路障僵尸的总攻时间 但是啊 在我强大的火力下 完全过不来啊 正当我以为 要拿下这场胜利的时候 僵尸这边 一波僵尸总攻提醒 两波僵尸总攻提醒 三波 四波 五波 六波 七波 八波 毫不意外 他们突破了 但是呢 咱们的小推车都还在 最后 我要开始装 去你呀的 成功拿下 赢得胜利 啊 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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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